歡迎大家來到苗上天開 情人節的晚上 就和太太去了旺角新開的放題店 叫做極上大氣屋 真是吃到一套氣 360元 零服務 態度很差 又扭單 他的位置 去了亞蘭中心的4樓 搭升降機上去 Open Rise的水平是9比1 好像是一片浩平 但是上到去 就是天堂變地獄 真是糟糕了 一上到4樓 就去到極上大氣屋 這層樓 我們去到差不多7點 為什麼這麼奇怪 外面有這麼多人 排隊又有排隊 沒有排隊又沒有排隊 就有一堆人在這裡 所以排隊都不知道排到哪裡 情人節關係 收假期的錢 328元 加上1就360元 進去的環境很大很闊 座位都很寬闊 而且每個走廊都不會很窄 很多有梳化位 另外有卡位 如果你以人桌的話 就將桌子相對性小 出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會有些酸菜魚 另外這個就是 菜 還有就是咖喱牛腩 這個就是豬手 當然會有很多的榨物 還有一些湯 果汁 夜飲很多款的選擇 酒 還有一些日式的前菜 蝦和青口 軟雪糕 小朋友來到很開心 不喝凍飲料的 也有熱飲櫃 還有一大組的飲品櫃 不同的果汁 汽水 還有冷泡茶就最棒了 飲品真的超多選擇 最喜歡喝的就是冷泡烏龍茶 很棒 所以一拿我們通常會拿幾瓶慢慢喝 會有不同的 果汁 汽水 還有珍珠奶茶也有 還有韓式雪糕 哈根泰雪糕也是任食 這個也有底 首先拿一點前菜回來吃 還有一些小食 沒多久 第一輪的壽司刺身就來了 超厚的三文魚刺身 另外會有帶子 油甘魚 還有赤蝦 大大小的赤蝦 還有不記貝 還有油甘魚腩 大家看看這隻蝦 都是超長超大 然後我們再點這個劍魚腩 還有赤背帶子 刺身也不錯 叫一點壽司來試試 這個就是鹽燒三文魚腩的壽司 蟹腳是給蟹剪來剪的 雖然比較瘦 點了幾款特色壽司來試試 還有就是捲蟹 有這個海膽壽司 也不錯 鵝肝是一粒仔的 它也有一片 都不錯 不錯 我都點了幾級 大家看看 它也是一大塊 牛柳粒這次來到就比較肥一點 反而沒有那個 黑糖牛仔肉那麼好吃 牛舌呢 這個黑椒牛舌也挺好吃的 不錯 羊架就比較硬 這塊 這樣就可能很適合 來這個就是 范拿貝 超大粒 還有就是這個蝦 最棒就是這個 花膠乾包 魚 超大隻 還是任吃乾包 大家看看 我們吃完一次又一次 接著又是安康 它真的很濃味 它真的很濃味 又燜得很美味 鮑魚 花膠 還有一些北菇 所以這碟就真的是值戶票價 還有它那個梵立貝 還有生蠔都很棒 焗蠔應該說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 蒜蓉粉絲 帆拿貝 好大隻 焗蠔也是 真的整個大隻手掌 那麼大 大家畫面就未必看到 但是我們就一叫再叫 超肥美超飽滿 只吃焗蠔都已經超回本 你外面吃這樣的尺寸 可能也要十幾二十元一隻 大家看看 多巨型 它們就調味調得很好 又不會過鹹過蠟 但是呢 最後加一次有一隻是臭的 可能有部分就未必夠不新鮮 這個就是 椒鹽軟殼蟹 炒得好香好入味 另外這個就是 紅燒乳鴿 皮脆肉嫩又多肉汁 所以這個都好吃 黑糖牛仔肉 太太就覺得有少少偏生 但是我吃都很好吃 淘宵鰻魚 大大塊超厚的 但是呢 喊四件就來一塊 所以它其實那些份量 就來得不對稱 那我們的蠔 喊四塊就來了兩塊 還有好像 好疏 離得好疏 所以我們有段時間 直接把桌子是沒有東西吃的 大家看看 其實那些食物的款式都很充足 有很多款不同的刺身 然後再下還有創作刺身 壽司 卷物 大家看看 再下的話就是火隻壽司 卷物 還有一些壽品料理 還有一些壽品料理 最棒就是壽品料理 另外的話 一般的炸物 燒物 都會有的 很多選擇 我們呢 我們呢 看看 叫了多少食物 但是呢 它每次來的份量 就是 跟我們 叫的份量 是不對的 譬如剛才說的 烤蠔 我們每次叫四隻 它又來兩隻 每次都要20-25分鐘才來一次 所以其實呢 它的出賽的速度是非常之慢的 那 叫了壽司 它可以一個小時後才來 那個炸榴槤 也是 45-50分鐘才來 它來的速度 就 很慢 還有整天 漏單 錯單 隔壁桌子叫的東西 就給了我們 又或者 我們都沒有叫的東西 就給了我們 這樣呢 就是這間店 新開 所以可能人手不足 和 還未這麼熟練 那我們去到 就是 裸位的時間 外面的大堂 非常之混亂 為什麼這麼混亂 有條隊 就好多人排隊 這樣呢 有些又有票 有些又沒有拿票 有些又訂了位 就是無所適從 為什麼呢 它根本一個職員都沒有 什麼叫一個職員都沒有 因為職員全部都進去店裡幫忙做事 外面的櫃檔是一個職員都沒有 是去到7點鐘才有職員出來 叫人們怎樣排隊 沒有票的 怎樣安排 還有呢 還有呢 可能今天是 情人節 太多人 他們的態度是極之差 在那裡發了脾氣 發了晦氣 我們原先是預訂了7點鐘 接著我們要排隊 然後再去拿票 當我們正式入載的時間 已經7點15分 最搞笑的 他把票還說明 是說要9點鐘交台 有沒有搞錯 你就自己沒有人安排人手 令到我們就現時入座 還要我們9點鐘交台 當然你可以說 你不吃的 可以是不吃的話 你去第二道吃吧 但是我們是消費者 你們應該是要提供一番正常的服務 我不是要求過多的東西 我7點鐘預訂了桌 如果你要7點鐘入座 OK 如果你是比我晚一點入座的話 你不可能令我早過2個小時要我離開 我覺得這個服務態度是極之不好 還未夠9點鐘已經不停地有人在我們附近 有些人說 9點鐘要交台 就是收拾東西要走 是極之不負責任 我們8點半的 是8點55分才上台 然後已經是不停地交台 當然我們沒有理會那些職員 因為你55分才上台 就是最後的壽司 我們都要時間 不要浪費食物 都要時間拿去吃完 我們結果是 大概9點15分 就是我們實在用餐時間2小時之後 然後才離開 今次的放題體驗是非常之差 雖然她的食物質素是好 但是她的職員態度 座位的安排 排隊的情況 都非常混亂不堪 可能這間就新的餐廳 人手不足 安排混亂 如果大家不想這麼安排混亂的話 我想建議遲些才來這間餐廳 除她的服務態度之外 其實她的食物是不錯的 例如她的刺身 還有她的焗蠔 焗扇貝 還有乾包 花膠 乳鴿 其實這些菜式是非常好吃的 我都值得推介的 但始終她的服務態度 服務質素 還有改善的空間 希望她們日後可以越做越好 因為吃過她們其他分店 例如沙田 我覺得上菜速度快 職員又有禮貌 做事又勤快 這些是值得推介的 我想這間餐廳都需要時間 慢慢改善服務態度 今天分享到這裏 未訂閱我們描上天開的 趕快訂閱讚好和分享 今天情行節的自助課題就分享到這裏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到其他美食和親自的資訊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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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